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也意味着所向丹斯利慕尤丁和国盟政府顺利度过财政预算案这一关 在国会下议院议长纳都阿兹哈正要以声浪方式让议员们表结预算案时 他表示赞成的声音更为大声 但他还未正式宣布议算案通过就有议员站起来要求记名投票 曾信党波哥仙纳区国会议员拿督马普兹率先要求记名投票 当一群巫统议员投诉不到15人站起来 国会将从下周开始进入议算案委员会阶段 寻求辩论及通过每一个政府部门的议算案 然后才进行商读 本地决菜meeting在新加坡每公斤可卖到12星盐 或相等于36令吉 其实自类野菜也通销到文莱和吉隆坡 每公斤较价25令吉 美里一名小贩低妈住家受访时提到 文莱人也很爱吃meeting 行动管制令前有许多文莱客向他大量收购 如今因为文莱为防堵疫情而关闭边界 他只能每周发货一次到文莱边界 美里北七因为有大片梅泥地 月生meeting蓬勃生长 也让原住民尽向采集meeting出售 沙罗耶在有一中怀疑是遭狂犬病夺命的事件 住在隆乐县钢板斯都木达的58岁男子光运君 去年某个晚上骑摩托车外出途经钢板路段时 被一只狗攻击和咬山左小腿 他于上个星期五忽然发高烧 并以今日凌晨宣告去世 石子的父亲为华裔 母亲是毕呆有足 石子的弟弟透露 他的哥哥已去年某天晚上 骑摩托车外出途经钢板路段时 被一只狗攻击咬山左小腿 事发后他被家人送往当地的医院接受治疗 之后并没有出现任何异样 不过本月二十六当天 石子突然出现发烧等症状 而被家人送往隆的医院接受治疗 并于当天被转送沙中央医院交互病房接受治疗 但于今日凌晨一点去世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 感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拍点赞 订阅 安全osaur�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